台股新攻略 台股是上涨了56点左右 那么指数的部分9292点 涨幅在0.6% 唯独在今天 整体预估量的部分稍嫌不太够 目前为止的预估量甚至是不到800亿 那么等一下最终的一个收盘表现 我们持续带大家进一步的来掌握 不过今天看到很多个股都是 大概11点多 12点开始陆陆续续发动 包括今天在汽车领组件相关的 F茂连在内 甚至包括了一些核大建林 昨天比较弱势一点的 今天通通都是有所表现 涨幅都在三个百分点 那么另外之前很强势的 像是光通讯 在德胜的部分 常所涨停光环也追上来 华星光表现也不错 还有光耀科也是后来居上的 都是在今天表现不错的 PA大家也是傻眼 这全新稳貌跟红杰科 怎么会后续蛮强势的 通通在涨幅有四个百分点以上 台北股市看起来的话 是不是再度攻上了年线位值 那么最近来说的话 昨天那根很长又臭又长的一个黑K棒 短线来说的话 我们昨天所码观察第二只脚 今天算是第二只脚吧 好 来看一下 这个底下叫做皮疾带来 那是一个问号 问号 问号啦 不过尾盘指数可能还会再增加一些 是 可能在十几二十点有 因为我们看到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台积电 报这个最后出量上来 有这个收到今天的高点附近 涨了两块 那包括2881的 2881的这个也都是收在最高 今天是多头有一点想要反攻 那刚才有提到大陆股市在反攻 那我们来看一下大陆股市 来看一下大陆股市 就你会看一下大陆股市 现在因为这个市场上 这个反正一跌下来传言很多 现在大概涨了两% 4100多 对 今天也很刺激 今天旁边一度跌了三%四% 杀来杀去 对对对 这个已经不是市场了 这个叫赌场了 赌场 这个叫赌场 你每天跌4% 这个弹上来两%三% 这是他之前这个要跌的时候 就是这个样子 现在跌一大段 现在又来一次了 据说大陆高层出来说话 不要在空了 昨天三更半夜就开始说了 昨天半夜就开始说了 然后今天也说 然后有一些传闻 譬如说要求那个空单增加保证金 要叫他们强迫他们回补 等等之类的 还有什么印花税调降的 很多手法 很多手法 会去不去 我讲我们实在 这个旧行逸法 这个大陆股市有没有跌到 好像有啊 什么叫好像有 20几%也有吧 都跌了20几%了 不管怎么样 就算他没有搞这些动作 他也会反弹 好 那我们现在虽然不知道说 这个尾盘大概弹多少 可能就是这个五十几点这里 这一边大概是这个地方 弹了86点 满多的 因为最后都弹上来了 那我们来看看昨天大跌 那今天呢 我们再看看这些 九百多亿成交量 就在尾盘这一刻 被跟中国股市跟着上来 不过我们还是那一句话 还是那一句话 莫把逢金当马梁 万般拉台只未出 我没有看 我觉得这个还找得很 希腊的问题也还没解决 跌升了 跌了两百多点 这个弹个几十点上来 我也认为是还好 那中国大陆跌个两三成 那弹个三五% 也很合理的 所以呢 我说实在的 昨天跌了两百多点 一万很多投资同学 变得很紧张 对 很紧张老师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我手中还一堆东西怎么办 对对对 那今天弹上来呢 又觉得没事了 就没事了 不会啦 我们再来看看 这个准备要再撤9170 是打第二只脚还是直接跌脚 今天看起来不错啊 今天不错啊 可是前上个礼拜你也认为不错啊 后来就大跌了 我还是那一句话 同学朋友 我们不用死多头也不用死空头 这个还早了 我从9800 9900就跟你讲 接下来的空头 你再想一想我讲的 每一次就是这样 每一次稍微谈上来 大家又变得很开心 对不对 都忘了昨天的痛 昨天很痛 今天又忘了 又忘了 那我还是那一句话 万般拉台只会出 那我说过 这个空头是又臭又长 你要记得我讲的 那是落落 来我们看一下美国股市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美国股市 这几个市场 来看一下道琼 给我们看一下道琼 你看这个线形 你稍微缩小一点 你看这个也是啊 整理一大段的跌破 你总要知道这个叫技术面吧 这个就是技术面啊 你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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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城半导体 半导体的最上流 这个早就跌了 你看这个大家说小一点 早就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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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昨天更丑 还有呢 我们来看看美光 美光 MU美光 你看美光 美光昨天还在跌 天天跌 天天跌 昨天还跌 昨天还跌四五% 我们来看 大家所承认的苹果 苹果来看一下苹果 苹果来看日K线 整理好久 昨天开始跌 所以我说过 为什么跟大家讲说 这里的国际股市 才刚开始要跌 你做空你不要怕 我们再来看一档股票 2498的宏达电 你看看宏达电 2498的宏达电 来来日K线看一下 好 你缩小一下图 你就算前一次啊 空在那个很丑的啊 7372那边都没有关系 你这个反弹一下 你凹了几天 你空单又赚钱了 他又反弹啊 你那个天天跳空跌停 那个位置 你空在地板好了 那被他嘎了一只掌停板了 几天之后 现在又开始大转了 所以我这样讲 你没有听懂 不要为了 莫把冯金当马良 就是这样 那万般拉台 就是只为出 你不用觉得很奇怪 这里不是打第二只脚 第二只脚 通常也不是这样打法 我们再来玩一下台股日K线 一般来讲 第二只脚 有第二只脚的规矩 而且第二只脚要出量 昨天逸华 是你逸华问的嘛 是不是 你说第二只脚 会不会打第二只脚 对 对不对 我跟大家讲 第二只脚 你问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 第二只脚要比第一只脚高 对不对 你昨天问这个问题 是 我跟大家讲 所有的技术面 在底部的话呢 都是第二只脚 比第一只脚低 不是高 真的 都是第二只脚 比第一只脚低 而且那第二只脚 都是爆很大的量 非常都是 那第一只脚的 好几倍的量 是 那量要够 那个第二只脚就出来了 所以今天这是假 假脚 一只 一只 对对对 所以大家注意我讲 这个技术面上是不合格的 不要被这个市场上迷惑 我还是强调 本来每一次反弹 你都可以做出正确的动作 可是你都没有做动作 等到又再大跌破底的时候 你又再讲说 那怎么办 怎么办 我再讲一遍 这里不是第二只脚 这不是第二只脚 因为第二只脚要比第一只脚低 而且必须爆大量 不爆大量的破低都不算 都还不算 要爆大量的破低 才会形成第二只脚 好 关于这个收盘 要忙一下易华 好 今天在这个指出的部分 最后面是拉抬到 一笔往上拉 因为包括在台积电 在国泰金还有鸿海的部分 都是有买单的进驻 那么在中信金日月光 同步的推升的指数 最后收在了9,323点 是上涨了86点 涨幅在0.94%左右 那么在量的部分 在最后一盘也是爆出来了 总共的量来到了908亿 的确跟昨天我来比的话 是有稍微多出一些些 但这个量到底够不够 整个台北股市来说的话 现阶段指数已经回稳了吗 准备要往上了吗 等一下要更多的分析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距全球视野的操盘团队 才能驾驭股海财富浪潮 华信投顾 真心照顾 速播领航专线 02-2392-3988 2392-3988 你今天吃了什么 你运动了吗 每天疯传的健康资讯 多到报 我言耸听 真假难辨 到底哪一个才是对的 不要轻忽小问题 我会藏在细节里 专业顾问团队 守护健康大小事 我是雅邦 爸爸健康友邦 让您健康恩次邦 5月11号起 周一到周五 每天晚上9点 三立财经台 三立新闻网红部播出 无刀白内障 大学眼科全新眼镜 无刀白内障 非脑雷射 无痛快速安全 看手机用平板 不用带镜好清晰 大学眼科 0800747488 介绍你这台 冰力移动式水冷器 一台你多台用哦 是物化机 超神电 40关机 净化空气 是物理子机 很健康哦 更生一台 可以随时移动的水冷器 只有165瓦哦 真的超神电 用得很放心哦 所以冰力水冷器 会给你全所未有的 12大承诺保证 性强降温 物理除能性冷原理 根据环境不同 最高可降温8度 滋润空气 呼呼式水循环冲洗 蒸发量大 喷雾加湿效果更好 净化空气 特大空气过滤网 水连双重过滤 更有效净化空气 宁静自然 还有美国骨马威克 润滑电机 运转超稳定 自然宁静 人性关爱 为电脑控制 清除按键 数码显示室内温度 掌控自如 6公尺远距离遥控 120度大角度接收 一切尽在掌控中 智能科技 定时关机 监控风鸣提示 关机自动记忆 健康生活 不离死杀菌除臭 油污分解 速冷飙风 创新双涡轮离心送风技术 风速每秒12公尺 保湿美容 创新藤雾功能 水分子超维系 吸收效果更好 安全防尘 补水自动体式 上下左右摆动 立体送风 净霸超净 6档风速 3档自然风 3档睡眠风 净风 净阴 随心所欲 一通电话 立即享受 净净净冷 使用十分之一 典费的水冷气 马上买 马上冷 马上省 经历移动性水冷气 欢迎回到台股新攻略 我先接着来说的话 整个家庭指数 到底应该怎么解读 今天毕竟上涨了86点 在量的部分 超过了900亿 那么后续呢 接下来的交易日 要怎么来期待呢 点赛哥哥 好 我们先看国际股市 慢慢来 我再强调一次 这是一个 波段的空头 所以他也 我们不像路股这样 因为我们也不像他 我们花了六年 才涨了1.5倍 他花了一年 就涨了1.5倍 所以他当然震荡会比较大 那如果我们要跌 包括美国也是 就算要跌 我说过这一次的全世界 如果是形成空的话 它是属于阶梯式的 慢慢向跌 所以我 我从9800那时候下跌 我就跟大家讲 这个是一个又臭又长的空头 所以每一次大家都会上当 我说实在来 如果像路股这样 有没有 大家在咬的牙 线股 跌个两三层 然后再暴涨 再穿新高 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可是我要讲的是 这是一个空头的时间坡的点 那么我们要跟大家提到 很多问题从答案来解决 来看一下 当然道琼 道琼当然还是全世界的主流重症 不过他昨天也大点 那史达克也都大点 5000点也破了 5000点破了 那也4958 不过还有一线生机 那么这个就不用讲了 这个就是风暴中心 那肺磅也是 这个我们这一个代表多头 这一个代表空头 所以废半也都是进入空头 上海中和指数根本不用讲 跌了快三成 那今天就算反弹 5%那也没有什么 好 这是我们操盘工具 每天早上7点半就有了 来照到这里 每天早上7点 这是6月3日 今天7点半 所以投资朋友 这7月份绝对不是 你想象的那样子 很不平静 甚至会比6月份更离谱 大家稍微留意一下 好 大部分韩国也进入空头了 那我们再来看看 昨天资金跑到 跑到这个股市去了 所以资金是否有点拉回 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叫恐慌指数 我们来看一下 昨天它涨多少 涨了三成 昨天恐慌指数涨了三成 涨了三成 这是这今年以来 最大的一波上来的 注意哦 突破20的话 你真的赔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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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赔的 可能搞不好 今天晚上就上去了 大家不要把它想的 希腊市场上的解读很有趣 先是有些人说 希腊明天黄部出钱来 这个礼拜公投过后就立空出境 我不知道大家站在什么立场 这个拖了那么多年也不会叫立空出境 是永远的立空存在那边 我这样讲 短时间又怎么样 那退出欧元气的话 又三千亿的欧元 那谁来分摊 这个我觉得这个后续都还不知道 但是如果你跟我讲说 全世界股市涨了六年了 然后希腊的风暴过后叫做立空出境 我也不太能够认同 如果说全世界股市跌了好几年在底部的话 那这个流割掉的时候叫做立空出境 这个我可以接受 我不知道大家好没有听懂 你回去把图表拿出来 把图表拿出来 就不用看到美国股市 看台北股市的12682 10256 10393 几个上万点到这个马总统时代的9800 到今年的1014点在4月底的 每一个循环都是7年 这也是全世界的一个脉动 我再讲一次 大家都说希腊那个会立空出境 全世界股市涨了六年了 明年就是第七年了 每一次七年的这个循环 已经涨了六七年了 所以你说希腊这个会立空出境 我不是很相信的 因为涨了六七年了 因为这不是股市一直在破底大跌 跌到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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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低点了 然后希腊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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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割掉 就立空出境 这个还有点道理 来看一下 恐慌指数昨天飙 一单日就不要了34 还记得我在电视上跟大家讲说 CBOE 这个芝加哥期货 这个选择权交易所的叫做CBOE 这个恐慌指数13到13.5 有10亿元 10亿元每一 因为我是从路透社看到的 这买权 你看到现在它开始大赚了 是一个月前 一个月前我跟大家讲 有10亿的大咖在买它的买权 我在电视上也是这么讲 只这个讯息大家都不知道 我们超买工具是有啦 我们这套工具都有这样的讯息 我们的工具不是只有红买绿卖 不是只有什么动能指标 那个我们都有 什么主力的 全部都有 主力动能一大堆都有 我们都有 因为它没有什么 那应该有 哪一套软体没有 我们当然有 可是我们可以明确的 明确的告诉你恐慌指数 每天的涨跌 昨天这个单日涨了34% 来来来来 奢侈品指数继续破 稻穹运输指数继续化 继续破 我说这个一破 这个一跌 它是七个月的新低点 昨天回到台 稻穹就开始重挫 所以时间也到了 时间也到了 这个要再真正回到多头的架构 第一个大原则 再拉回到这里 这个一定要先涨 结果它不但没有先涨 它不但没有先涨 反而怎么 还在破底 所以再拉过来 运输指数继续 稻穹工具 所以这个啊 根本才要刚开始跌而已 纳斯达克 S&P500 S&P500跟什么有关系 跟这个有关系 跟这个有关系 奢侈品指数 这个也还在破 所以这一个啊 这个S&P500 也只是刚跌而已 这样大家通媒 所以从国际股市的数字数据来显示 现在目前我有机会是这一个 黄小玉当中的 黄豆玉米小爱当中的小麦 来到今年的新高 我怀疑未来空投 这一个族群啊 会不会变成了避险的 这个值得观察 我们再来看个股 我们再来看个股 猴子朋友 你不用急 股票啊 也不是你所想象那么好 昨天大跌 今天就 谈个几十点 就说又大涨了 我知道当然今天大家又会说了 又三只小猪又来了 三只小猪又来了 来 苹果啊 苹果跌破125了 苹果我说过 不能跌破120 不能跌破120 就中空 跌到一层就中空 120嘛 刚好算一层 其他的都在中空 这些 Google也中空 蓝宝石机板 康宁啊 面板这族群也都是中空 全部都中空 马尾尔晶片大厂 昨天还在中错 也是中空 有没有 这个美光更是中空 中空 昨天大跌 Kreel也是中空 都是中空格局 每个都大跌 你看这个符号全部都出现了 恩智谱也 这个英特尔也是中空 恩智谱是快要变成中空了 那你告诉我 如果他们才刚开始跌而已 台北股市 美股才要刚开始跌而已 台北股市就已经回党整理完了 我不认为 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好 关于这个指数这个部分的话 要请这个议华再跟我们报告一下 好 今天这座期货市场呢 其实蛮强势的 最后面呢 这个尾盘还是收在相对的高点 在台子期的部分呢 收在了9212点 是涨了73点 涨幅在0.8% 电子期的部分 同步是稳在了红盘作收 359点左右 好 上涨的幅度呢 在0.5% 那么最后看到的是在金融期 1178点 今天的涨幅更是超过了一个百分点 很明显在金融的部分 今天是稍微强势 就是在这个现货期货 最后面的一个收盘表现 不过鼎泰哥 你刚刚说了 全球股市现在有可能会面临 所谓泡沫化 对不对 在入股的部分 今天正在 现在正在往上拉 可能是因为高层出来说话的关系 那美股呢 美股昨天暴跌 300多点 是已经破坏现行了 所以中国股市早就跌了两三个礼拜了 在美国股市昨天才低 近期里面开始跌 所以我会跟大家讲说 这个不是你想象的 所以我一样 这个标底落得很好 共同行为我们坚持做空 不扶多扶空 我知道今天 每一次跌的时候 每做多的就咬着牙 咬着牙 我就跟你讲说 比这个三只小猪 有没有 每次都这样子 你忘了吗 上个礼拜稍微谈上来 也是这一些话 也是这一些话 不要说昨天跌200多点 对吧 这个未来的时间跌个两三千点的话 死多头永远是讲这个话 因为投资朋友你只会做多 所以你不会相信我跟大家讲 我跟大家讲我做空很厉害 我看空更准 我看空更准 我投资朋友 我这样讲好的 除非你就是喜欢做多 喜欢套牢也不怕 那我就救不了你 我昨天还跟大家讲说 神仙难救无命客 神仙难救无命客 你一定要这样我也没办法 但是如果你愿意听我的 我之前就跟大家讲的 你可以不用来参加我的 但是我没有说多 你不要做多 这样可不可以 我常常跟投资朋友讲说 怕没钱而已 不用怕没股票好买 那你通了没 你了不起不做空 可是你却不会受伤 那你想要做空赚大钱 每一次反弹 每一次反弹都是你的好机会 就是我跟大家讲的 要利用 今天甚至明天早盘 还有反弹的时候 赶快做一个很好的动作 做对正确的动作 我们再来看 我不是随便跟大家讲的 也不是现在才讲的 这个来照到这里 这个叫五月八号 我五月八号跟大家讲的 当时候在九千七九千八这个附近 五月八号 不要说现在跌破年限 就当这个当下的时候 有人跟你讲空吗 五月八号照到这里来嘛 我们照到这里来好了 五月八号 是不是九千八九千九的附近 可是我却跟大家讲万点以上空间有限 有没有 万点之下 深不可测 这里怎么 绝对没有人讲空 只有我讲空 那现在大家跌得七八百点跌破年限了 再跟你讲说这个没有问题 错 我们是在这边跟大家讲的 你一定要记得 我们是在这个位置 是在五月八号的时候 一样每一次我都要跟大家讲 昨天我跟大家讲 好戏现在才要开始 第二跳空跌 上个礼拜来到这里不是吗 大家还不是又说 又万点之论又来了 可是我还是跟你讲 全力不空 昨天跳空下跌 破线 那今天呢 还是这一句话 还是这一句话 一样我没有变 不要为了一只鸡损失一头牛 莫把逢金当马梁 万般拉台只会出 结论还是这四个字 叫做一空在空 还是这一句话 还是这一句话 不会变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操盘工具里面的特色 这一段时间 我们经常跟大家提到这一档股票 这个 这个 这个叫什么 叫做 好等一下再给大家看好了 我们先看这档股票 这也是我们操盘工具里面的股票 看一下 当时我们跟大家讲 是在这里做空 叫做序软 这昨天也有提到 我们操盘工具 再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就是大家熟悉的 鸿买绿脉 我们不只是这样子 还有一个什么 反手做空 我们看到这个 所以简单易懂好操作 总共只有四个案件 四个案件 来看看 来看一下这里 当时在27 28附近 现在已经才22块 天天破底 很多像志冠等等 一大堆都是天天在破底 你要留意我们等一下跟大家提到的 像这个 像这个 这个叫 这个 这个触控大厂 陈宏 待会我们就会看到了 来 来 当时跟大家 这边跟大家讲空的 跌到这里了 才短短几天当中 跌到这里了 小心哦 小心哦 很多股票 你一不小心就跌下来了 我们来看看这一档 我们叫华雅科 今天反弹 华雅科今天好像有反弹一下 结果大家又都 尾盘还没有反弹 我这样才看到 尾盘又翻K了 这个我跟大家讲 只要没有 我刚才你从我们的这个超盘工具里面看到美光 只要美光没有形成多头 这一个走势就是跌升 不是也有反弹吗 再跌 持续的破线 记得我讲的 只要美光没有回到多头 这个股票你只能做空不能做多 记得我讲的 利用反弹该卖就要卖了 全世界有一个大厂 全世界对大厂的Anker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表 看看有没有时间来跟大家讲Anker 来看一下 全世界这个大厂 这个叫Anker 这个封册的 你看那个封册里面的这个 我们把它找出来好了 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刚才有点 这个资讯没有传进来 好 这个细频也大跌了 那日月光也大跌了 只有此剩这一档 今天才头部才形成 全世界这个叫Anker Anker 这是全世界第一 这个封册大厂Anker Anker 我们看到它的股价是这样子跌 为什么我要提到它 因为它昨天又破底了 昨天又破底了 昨天又破底了 所以呢 我们之前空过细品那一些股票回补之后 我认为这一档股票准备要补跌了 稍微注意一下 头部今天才刚刚形成 立端 一样有些股票大家注意一下 这些股票反弹结束了 反弹结束了 来再看看 我们再看看 另一档股票 我觉得这一档股票很重要 今天 今天正式真跌破了 尾盘还再破一次 这个是真跌破了 你有这种股票 我说过 这个测量跟这个测量 然后呢 假跌破反弹到 这个位置没有过 那一样 这个第一次空点 第二次的空点落在这边 那这一两天又跌破了 小心了 小心了 这都是我们跟大家讲的 那么这个 这个恩字谱也挂了 所以这个头部也出来了 恩字谱挂了 这个头部也出来 所以我们跟大家讲的 之前跟大家一直讲的 这个什么 这个叫育尾 有没有 我记得我是卖在这附近 我卖在这附近 结果一路跌 一路有人天天 什么生计什么的 一大堆的 说他大好 你看今天又破底了 我们还是要强调 最后的机会就在当下 投资朋友 我们郑重地 推出我们的操盘工具 希望投资朋友 李武营 来看看我们的操盘工具 让你在股票市场上 百战百胜 稳超胜卷 谢谢大家 最后在这个情货市场 最新的数据出现了 外资今天是偏多操作 四千多口 将近五千口 那么怎么样影响到 明天的行情呢 持续锁定我们节目 感谢您收看 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了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